Good morning 现在是礼拜天了 大概是早晨11点 现在出来吃饭的人已经开始多了 现在从我们住的地方走这么一个桥 走车走人的桥 就走在他们当地一个这个镇里头 比较有名的一个公园 叫Park of Bacteria 这里面有一个大的fountain吧还是什么 这个公园挺大的可以走一走 反正就是来这玩的人都会到这公园看一下 这个草坪上就是这公园的名字 Park La Bacteria 来这的人基本上都是附近的居民 因为他就在居民区边上 住就在住那边 就是往这边看也能看到 这就是他们的普通居民区 这花也是长得挺奇特的 没见过这种花 像是那个像是南瓜花似的 旁边这棵树也是 但是拉近了就 这中间是这花朵不一样 今天是多云的天 所以没有太阳晒着也挺舒服的 这里面公园的各种各样的雕像都挺漂亮 旁边这些 这应该是棕榈树吧 啊 好多果子 到时候得问问天明是不是棕榈树 你看像 它这个熟了以后都掉的满地都是 这个走不了多远就可以到它这个很大的这个 应该是不是光喷水池 还可以划船 旁边也有船 这个在它那个旅行册上 或者有那些以前看的旅游节目上都有介绍 这个地方 水里面也有一个雕像 也挺漂亮的 到时尽照一下 看这个水里还有挺多的这个海鸥的 因为不远处就是海了 他们可能到这来喝淡水吧 这边也有一些小水池 从这个公园的这个墙这儿都可以看到 外面就是居民区 然后就是大海了 今天看的不是特别清楚 因为没太阳 公园的另外一边就是山了 远处那山 太阳现在天有点晴了 太阳还没出来呢 旁边有一些被保护起来的 这下面都是应该是公园前的 挖的这些保护城墙的一部分 那边也能看到 我刚才从那边看也是 没太阳就不热它这儿 先看一下这街上 既然没英文的 反正这就是它以前的炮台 都是西班牙文的 近看一下这个这这门大炮 这地方是放火药的地方 然后拿这个旁边东西一盖 这就打出去了 还挺复杂的 这旁边另外一个炮 这个感觉就比较现代化了 有两个咕噜 两对咕噜 这就比刚才那个显得轻便了 这海马斯了应该 从那个大炮旁边 这就有一个小的塔可以爬上去 现在已经爬到这个塔上了 太阳也出来了 可以看到这个海水了 海水上还有不少船呢 今天浪好像比较大 现在太阳也出来以后 后面这个山看起来就更漂亮了 看这山都是不是很光秃 是半绿的 这边的房子也是都挺好看的 都是很矮的层 大概四五层最多 所以看这些矮楼层的房子 住起来特别舒服 他们这个居民区里 都有这个swimming pool挺好的 现在太阳一出来就可以看到这个海湾这边了 对面的山 山上实际上也好多房子 我拉进来看一下 那些小白点都是住宅区 看天上的海鸥 他们这儿的海鸥跟纽约长岛的海鸥 还真不一样 块头更大 而且它这个翅膀都是偏蓝的 颜色拍显示不出来 肉眼可以看出来 颜色都不一样 它是灰蓝色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勿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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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楼梯走下去了 绕一圈 现在近看一下这个第三门炮 关键都是西班牙文 不知道是这些区别什么 这看着也比较现代 对着海的这个是 这个是碉堡这的最后第四门炮 正对着大海 这太高了爬不上去了 可以看到大炮后的这个是一个碉堡 正对着就是大海 从这个塔上走下来 正对着就是这个漂亮的雕像 这做的也很美 进看一下这个雕像 这水特别的清 从这个角度也可以看一下这个 方腾这个大湖水 现在水里的这个海鸥越来越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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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正就是比较热带的地方的植物 小 orange color的花 开展挺多的 所以就是热带 亚热带和地中海 三种的结合体 看眼前这大仙人长 长得特茂盛 这个均匀区旁边的 这有一个锻炼的地方 然后紧挨着就是火车站 我们下来的这么多了 说什么呢 我们下来的那些 有些人 我们下来的东西 我们下来的东西